杭州庆春银泰百货里面有一家张百草古法养生店 姚女士说大概是去年7月份她在店里办过按摩卡 后来在按摩的时候 店员又推荐了一个价值598元的套餐 一共4个项目 其中包括一次脸部护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按摩跨到了脸这个事情上的一个契机 就是她推了一个500多的一个套餐让你去体验 我觉得598去体验一下脸部的挺划算的 但没想到其实背后更大的坑是这个上万的项目 去年10月14号 姚女士去店里体验了套餐中的脸部护理项目 期间说是店员又开始推荐购买项目 应该是16000 然后我当时也是说我没有钱 然后为了说让我当天就能充值 然后他们就说这样你可以就是8000块钱 8400就是一半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享受 这样就能保留这个优惠嘛 400一次 然后就是不用付16000那么多 但是40次变成20次 然后反正就是轮番公正之后 我就脑子一热 然后就充值了 就大概这么个事情 被贡献了 对对对 然后还送了两盒面膜 姚女士提供了当时的转账记录 时间是2022年11月14号晚上9点28分 转账8400元 她说虽然事后就有些后悔 但还是来店里做了两次脸部护理 说了两次发现我因为工作上的这个时间安排 没有办法坚持来做 当天的效果其实纳米助养什么这种 到即时的效果是很好的 这个东西也不用非得来她这里去做 买一些助养仪什么也是可以达成的嘛 然后一个是效果不能保证 一个是我自己确实也是冲动 当天冲动消费 然后我就想着说去跟他们协商退款 姚女士说店里表示退款可以 但已经消费的两次 要按原价来算 还要扣除赠送的那两盒面膜 算下来自己只能拿回4000多块钱 她没法接受 找到银泰百货杭州庆春店 顾客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了商家 并带记者找到了商场二楼的 张百草古法养生 店里的负责人不接受采访 但同意和杨女士沟通退款的问题 商场方面也从中协调 最终店家同意退还7000块钱 杨女士接受了 1818黄金眼7周报道